咳唧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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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咳 新求人者木偶师已经上线啦 当然只在公园府哈 马蒂亚斯 玩的好的是马蒂亚斯 玩不好的是蒂亚斯 那么新求人者技能是怎样的呢 其实非常简单 点击技能它就会变成一个小木偶 小木偶持续8秒 并且有8%的移速加成 那么这个小木偶能干什么呢 小木偶 它有单独的动作和语音好可爱哦 搞错了这不是重点啊 木偶师每次变身成为木偶的时候 会扣除1%的血量 变成木偶期间呢 它可以扛一刀普攻 也就是说 我们从人变成木偶的时候 会扣1%的血量 然后吃一刀是不会扣血的 但是 如果你在变成木偶期间 吃到了超出一刀普攻的伤害的话 那么你还是会扣血的 看到没 它只扛了一个普攻的伤害 多出的0.5 还是返还到身上了 那么它的第二个特质呢 失禁 不是 是吗 失聚 搞错了 失聚是什么鬼 失聚期间呢 它无法移动 但是呢也不会受到伤害 怎么理解呢 这个呢 就相当于是一次 不会弹刀的教授的壳 一次不能动的飞轮 就是你原地僵直一下 监管打到你呢会弹刀 它不会擦刀 但是你也不会有伤害 使用了失聚之后 木偶期间还没结束 又吃了一刀 你依然是不会有伤害的 看到没 我还是四分之一的血 也就是说 木偶期间加上失聚 它是可以扛两次的伤害 尤其是像黄衣 蜘蛛 帮帮这种双监管的屠夫 不是 双刀的屠夫 你可以先使用失聚 扛一次技能伤害 然后再用像木偶的本体呢 去扛普攻 那么在实战之中呢 你也可以利用失聚这个僵直呢 去砸监管的头 第三个特质呢就是它在受伤的状态下 无法被其他求生者治疗 但是心理学家可以吹哨 调酒可以给他喝酒 虽然受伤状态下 无法被其他求人者治疗 但是倒地状态是可以的 倒地可以摸 倒地可以摸 虽然呢它不能被人摸 但是它可以摸人 每次治疗其他的求人者呢 自己和其他的求人者 都可以回复四分之一的血量 但是要注意的是 治疗其他求人者的速度 会降低百分三十 下次被治疗的时间呢 会增加百分之二十 除此之外它还可以治疗轻微的伤势 就像医生一样 诶 它这个0.5还能再摸 对 这个呢基本上就是 它全部技能的一个介绍的 另外我们做了一些测试 比如说小木偶震慑期间呢 是不会倒地的 这多好啊 这排位再也不怕救不下来人了 包括一刀斩也能扛 诶 能扛一刀 哇 打木偶也会增加存在感 有啊 打木偶有存在感 可以打 有存在感 打木偶有存在感 小木偶可以扛红分人的镜像刀 小黑可以荡破木偶 可以啊 小白也能对木偶进行吸魂 可以被吸魂 木偶结束后吸魂状态依然存在 还是还是还是 像黄一这样的双刀屠夫 可以扛两次伤害 打打打 诶 没有伤害哦 鱼女也是一样的 可以挡水戏再挡一个普攻 好了 给我一刀 跟鱿鱼是一样的 约瑟夫镜像上挂 本体变成木偶结算后依然会倒地 不行不行 可以通过摸镜像的人 来给自己回血 回血了回血了 总而言之呢 可玩性是一个非常高的求生者 更重要的是小木偶很可爱啊 好了 这就是本期关于新求生者 末世的一个技能介绍了 不知道大家还有一些什么样的疑问呢 可以提出来我们一起在评论区讨论一下吧 我是蒙哥 拜拜